路透社的报道,日本国家旅游局,人家又公布了好消息,昨天的消息,日本10月份的商务和外国游客的旅游的数量,从9月份的287万,一口气飙升到了331万,涨了50多万,创下了7月创下的329万的最高纪录,创了今年最狠的一个月份,为什么呢? 因为日本的今秋10月,五颜六色各方面,天气也特别宜人,特别美,就吸引了亚洲欧洲北美大批的旅游的需求,现在旅游今年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,将成为日本仅次于汽车,高于电子的第二大出口产业,人家这旅游就这么猛,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发达工业国,旅游能干到第二位的,我还真没听说过,日本这是有点夸张了啊 那么日本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?全世界的人都往那儿跑,我认为这倒不是因为日本啊,那种漂亮的山水,也不是因为日本啊,那种温凉空减让,那种非常啊,彬彬有礼的人文尽贵,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的,这是一个灿烂的文明,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文明,不光是因为景色,也不光是因为人,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综合体,到那儿去一挤一动每一个角落都能体会到那种文明的光辉,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了不起啊